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暴力对决 观战方是一水雪山不战队 对战方是高速三无礼 那观战方这边还是选择上的是一个大东之名的 鸟国标开了一把火阵 那对面双铃波一石头化身家地的组合鸟化天下 应该是目前的第一高速三无礼 看看对战方是怎么个开场方式 先是无间地狱 三江脚海 主要是看叶罗刹先点谁 有的时候他们先点地狱 有的时候是先点神木灵 一个地狱一个神木灵 一般情况下都会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防点杀 一个是因为你有地狱他能点杀 一个就是保护自己的宝宝 因为神木灵他取秒的话 对于对面的宝宝的危害 会比较的大 这些宝宝速度都挺快的 那观战方这边优先选择击杀观战方的神木灵 三江脚海也是点着这个神木灵来的 163 观战方这边卡了一个打金 让自己的163最起码少出了两次 破血狂攻先清夜落差 诶 师傅没点着神木秒 这万一秒不到都尴尬 疯狂音机应该没问题 疯狂音机打的比较多嘛 打到了成功的讲武灵灵黄神木灵拿下 那后续的话就化身死会吸收这么一个大传的状态嘛 吸收完了以后到了一定回合数 大概就是三四回合那会儿吧 再想办法击杀化身死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惯性思路 磁心吸走 侵蚀献祭 有的侵蚀献祭 对面的点杀能力又得到了加强 特甲树 给地府了 刚才说过就一个神木灵一个地 就这两个地 是对战方的重点照顾目标 把地府给弄死了 化身死再吸 大概吸个三四个无间地狱的这个大死亡效果 对面肯定要开始点杀的 让你的化身死长时间站不起来 这宝贱再神咬 第一下神 第二下又神 最终还是清掉了 拉起神木灵 神木灵还有一把秒 再给女儿卡个子星 神木这边直接换羊护了 第一时间把这个 把死亡给解掉 对面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又触发了一把青蛇 这个就有点天时地利人和的味道了 宝宝在垂到神木 还是保护自己的宝宝 可能他的目标是 想来守观那块女儿村 神灵也许 神灵也许是扛刀的 那女儿村也没了 三个回合点倒三个 风陵火山 女儿村都没了 师徒的话就是一个 常规师徒的一个宿 诶 这夜卧槽又神咬了一个 好像每个夜卧槽都神咬 啊 这 死心急走 我看见花生死身上 这是十回合的大死亡 诶 十回合的一个大死亡 刚才换过一个洋裤 解过一波 解了一波以后 继续放下 诶 对面这两个青蛇 确实有一说意 对于观那方的危害 有点太大了 继续转圈圈 破血啊 你不会有神吧 没神用 有只大桃 大桃 两千一刹一丝血 高攻避雷 咱们现在顺法都是多功能顺法 有的是杀利皮 有的是杀人避雷 多功能顺法 风卷残云 此心又携走了 手抓 神又 骑着人 对面有速度 就可以优先 捕刀 诶 看 灵波尘速度也快了 比观那方法生死速度要快 没等你活血啊 人家先把你的实体守住了 这样的话这个生存就得不到一个保证 神明163 再倒地 华生死 不知道活哪儿去了 也不知道这华生死活的是谁 我看一下他活的谁啊 可能活的是女儿村嘛 活的是女儿村 但是女儿村早就躺地了 这也就是高速三无力强势的压制性 对面一号位也有个差距 神有意思啊 高速三无力强势的就是在下一回合可以第一时间补你的道 赶紧换阳护 化身所 看一下身上现在九回合的一个大死亡 对面灵波再出青蛇 不出青蛇 对面灵波再出青蛇 笑 哈哈 嗯 choice 嗯 嗯 uhm 玩家跑好像有點兒忙不太過來的樣子啊 玩家跑好快 玩家跑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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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回合 盾战皇天神怒斩杀化身死 那化身一倒地 比赛基本也就结束了 这边倒是 大死亡也就剩了三个回合 观众和洋户也出了不少 出了四个洋户 对面施陀再来一个精神 那施陀好像也出了两次精神 施陀这个精神倒无所谓 主要刚才那两个凌波城的精神 确实把对面的节奏给打坏了 这种高速三五里 首先他就走的是一个点杀异性 那凌波城的青石的话 他就是天崩地裂 不需要战役的天崩地裂 大大加强了那两回合 对战方的点杀异性 然后青石掉血呀 他没有战役的时候 也会扣一次血 然后青石也会扣一次血 两次扣血下来 对战方凌波城也得到了大量的愤怒 有了愤怒那不就可以 破血了嘛 这破血也多了 孩子也飞掉 这打不了 完全打不了 一把剧剑 斩杀对战方的地 哎呀 这抽不死呀 就对面也是有一定抗性的 因为他们现在这种顶尖送力 也非常的绝 他们也是在不断地 更新自己的装备啊什么的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